花蓮市慈爱基金专户最近一直收到了来自各企业、团体还有里长们的善行捐款 包括花蓮市主公里里长江梅兰捐赠10万块钱 主学里里长陈敬美渔会及社区发展协会捐赠6万元 而花蓮市成天益政文化协会还有鼎立音价工程行也都分别捐赠了1万块钱 希望可以帮助到灾逢极难变故以至无法正常生活的弱势民众 花蓮市慈爱基金专户近来陆续收到各个企业团体还有里长们的善行捐款 希望可以帮助遭逢极难变故无法正常生活的弱势民众 我们主要就是虽然以这个推广镇头文化跟宗教信仰为目标 那当然我们是也是花蓮的在地的年轻人 那主要我们还是以做这些爱心做公益 回馈到花蓮的乡亲然后跟回馈社会为主 那这次的部分我们一样也是爱心不落人后 我们一样也是捐献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慈爱基金 然后还有一些捐赠物资的部分 然后捐给花蓮市对这些民众 然后可以让他们能够去更多的去接受到这些的关怀物资这样 很多需要帮忙的 那我们社区也尽一份心力 就尽一份社会资历 然后来捐一点钱 然后给这个这些需要帮助者 华蓮市长为家彦特别颁证感谢状感谢各界的慷慨解囊 为社会注入爱心暖流 这几天感谢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个对我们慈爱基金的一个捐助 那再一次的要感谢我们社会各界 那我想我们其实慈爱基金的用途非常的广泛 那有用在我们遭逢病故的一个家庭 那还有我们低收跟警案的部分 我们都会照顾到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所有捐赠慈爱基金的所有社会各界人士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市长卫家彦表示 慈爱基金是专门帮助受限于法令规定 却图逢病故或疾病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民众 施工所会妥善运用每一笔善款 落实在真正需要被援助的民众身上 接着你会欢迎视报道